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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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shout it for you For better hours, every day we need sunshine You know that how we feel like, that's why we make it alright So show my heart and we feel everything 余生俱来的洒脱,从不会被削弱 点缀成梦的一刻,用快乐的爱紧握 一幻想擦肩而过,却在现实中颠簸 是这有自信的态度,不会再陷入窘窃的漩涡 谁把我出错的自我,说不起的迷惑 谁的另外一种灾了生活,有梦想的脉搏 完美的情感受,晴云的不光被俘过 视线开阔阳光的天空,梦想来触摸 谁把我出错的自我,说不起的迷惑 哦,谁的另一种灾了生活,有梦想的脉搏 万美的情感受,幸运的不光被俘过 视线开阔阳光的天空,梦想来触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我生日 我只是想让我朋友见见你 我非常讨厌这种安排 懂吗 对不起 再见啊 路上小心啊 他在拍广告 跟导演请的这样 特意赶过来的哦 真的 这么忙还要赶来见你一面 真让人感动 使用信用卡 最重要的就是要量力而为 要控制自己的购买欲 消费欲 否则就会变成了卡奴 不停地帮信用卡公司打工 把所抓来的钱 都交给了循环利息 我们公司最近就碰到了不少卡奴 类似于你目前的情况 信用卡被冻结 最后只能通过法律手段来处理 那我该怎么办啊 首先啊 应该想办法 先把利息还清 避免进入司法程序 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拖延 最后还是要尽快地 把银行的钱还清 毕竟是百分之十几的利息啊 太高了 就像吸血鬼一样 会把你心口赚来的钱 一点一点地吸干 轩儿 你怎么哭了 同学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我就我的专业 告诉他信用卡消费的可怕呀 轩儿 咱们别着急 咱还有时间 可以想办法 可是我在上海除了你 也没有什么依靠了 对了 我的经理常告诉我 他就是我的伯乐 我是他的经理嘛 也许 他能寄钱给我 帮我渡过难关 我走了 轩儿 不是我不帮你 而是激情消费害了你 蓝轩儿 我真的很抱歉 没办法借你十五万 可是经理 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把它还给银行 如果不还给银行 银行就会向法院起诉我的 我可以帮你介绍工作 也可以跟总经理去申请 让你重新回公司上班 但是十五万不是小数目 公司是不会同意的 而我个人 也没有这个能力 经理 有客户找你 好 我知道了 那谢谢你经理 你先去忙吧 好 蓝轩儿 听说你有困难找经理周转 反正我今天是来买房的 刚才听说你要跟经理借十五万 我突然改变了想法 今天不买了 你这什么意思啊 上次的事我可以不介意啊 只要你今晚陪我喝酒 我可以大方的借你十五万 怎么样 只是陪你喝酒吗 陈老板 为了我之前冲动打伤你的事 谢谢你这么心胸宽广 不计较我的鲁莽 这一杯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渡过难关 拔刀相助 这杯 我先干为敬 好 爽快 我就欣赏你这种爽快的女生 不敢 陈老板夸奖了 说真的 你打伤我的身 我的朋友都不相信 在这个一切向前看的世道下 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女生 真的是很特殊啊 来 为了你的非同寻常 赶一杯 我酒量真的不好 你再喝就醉了 蓝雪儿 你要挺住 希望不能上他的当 这样吧 我干杯 你半杯 这总可以吧 那我正好奉陪了 雪儿 你在哪里 我很担心 关于 蓝雪儿 你没事吧 我有点喝醉了 快到点了 陈老板 我相信你 绝对是一个 说话算数的人 你放心 我说话算话 你看 我现在 已经陪你喝了 三瓶红酒了 是不是很爽快 你放心 我一定 不会拖欠你的钱的 我给你打个借条 陈老板 对不起 你先坐会儿 我真的不行了 我得去个洗手间 嗯 小心点 来 小心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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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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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吧 去哪儿 你不是说 陪你喝完酒 不借我十五万吗 你认为呢 什么意思 你跟我借十五万 万一人跑了 我说打找你去 你骗我 这附近有家宾馆 你要是陪我去 我立刻把钱赎给 怎么样 你说话算数 放心吧 上车 来 来 上车 不行 我坚决不能让你去 你想做 他会以为你犯贱 要入虎口 哪还能有传师啊 哎呀 我哪儿跑你 放开我 关羽 上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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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 你 你 你想干什么 你什么人 闭嘴 你再这样 我报警告你 好 你们等着 轩儿 你怎么能相信那个小人的话呢 这不等于把你一辈子都毁了 那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上海 烦华是你的烦华吧 明天 跟姐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还是要跑路啊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是守法公民 绝不跑路 明天我就去自首 不就是十五万吗 大不了关个三五年的 姐放出来啊 又是一条好 好妞 嗯 关羽 你知道吗 我来上海 有三件最开心的事 第一呢 是买到了 山奈尔的限量包包 第二呢 是吃到了很多传说中的美味佳肴 第三 就是认识了你 让我在这个拥挤的城市 不再孤单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 没 我没事 你没事 没事 没事 我来 我买到了 我买到了 我买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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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十分 Observable 我买到你 你良好吗 你 ebenfalls 从不会被削弱 点缀着梦的一刻 用快乐来走 白天都已经告诉你 今天是我生日了 你怎么还是不给我面子 任何的安排 都需要对方接受和喜欢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而你却选择了 我最不喜欢的方式 我最不喜欢的方式 生日快乐 谢谢 生日礼物 谢谢 是什么我能看吗 回去再看吧 我们跳舞吧 你说的没错 只有对方接受和喜欢的安排 才是最好的安排 你喜欢吗 我太开心了 对方接受和喜欢的爱 对方接受和喜欢的爱 哦 你也没有想到 卖过 我 只不说 这些东西都没错 被别过 是谁有过 大光的天空 我想来出我 谁都乱去做 少了自我 说不起了你 哦 期待你来给做 看来什么多 有不想的卖过 完美的去感受 幸运到目光被复活 视线开阔阳光监控 梦想爱触摸 到底是什么礼物 我自己拆开看了 什么 是件睡衣 这个可是正宗的八里货 你想看我穿上它 不许拍 不给 不许拍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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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 睡了 蓝轩儿 真的为了借十五万 陪那奸山喝酒啊 他给我发短信 我觉得不妥 就立刻赶了过去 结果那个姓陈的 非让蓝轩儿陪他去酒店 才敢把钱借给他 幸好你及时赶到 否则就要发生悲剧了 红伯 说真的 今天看见陈老板 请来蓝轩儿去酒店 我心里特别愧疚 为什么 那是他痛苦的选择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瞒你说 我被骗五千块钱保证金之前 我爸为了让我在上海长期发展 他想让我在上海郊区 买套房子 那你没告诉他事情的真相啊 连我妈都知道了 我根本就没敢说 我爸为了能让我付首付款 会来二十万块钱给我 我心里其实特别内疚 我想帮蓝轩儿 又怕我爸知道了 肯定得骂死我 其实我心里很难过 特纠结 这的确是个难题 混货是我 也不知如何选择 蓝轩儿在上海 除了我没人可以依靠 我总不能见此不救吧 也许你爸有买房 可以拖延 但是蓝轩儿的事 却是无法再拖下去了 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遗憾终生的事 我今天回来的路上 我也一直在想 如果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景 我肯定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所以 我决定了 你要帮蓝轩儿还钱 人生就是一场赌局 不管输或赢 不管对或错 都要勇敢地去选择 所以 即使我的选择是错的 我也会去勇敢地面对 你那川普 我会去勇敢地面对 那都没有契造 我跟那么在那里 我会在这儿 有点不想 我像在那儿 我也想把你让自己在 trip 还没给到 你让自己在到那里 我再爱你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大明 你醒了 你要去哪里 去拍电影 早晚通告烦死了 那我陪你去 下次吧 再睡一会儿 我会告诉助理送你回家 等等 我爱你 走了 你醒了 对不起啊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没关系 好些了吗 没事 从来没有睡得这么舒服 轩儿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咱都别再做傻事了 记住 天无绝人之路 千万别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 留下永远的遗憾 记住了 走 我带你去做开心的事 什么事 关于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对面就是一家银行 帮你还钱 你有什么目的 目的 你借给我钱帮我还债 不会是要的 拜托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又不是陈老板 这笔钱啊 我暂时没用 昨天晚上 看你差点受骗失身 我很担心 也很内疚 所以 我决定 先帮你渡过难关 关于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你要是有什么要求 现在提出来我能答应 要是到了明天 我可就不答应了 好 那你 能请我 吃 冰淇淋吗 啊 那个 不会 说的是那种吧 不不不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才没有那么病态 我是说 超市卖的那种 如果要是哈根达斯 那就更好了 我也是跟你开玩笑的 那当然没问题了 走 走 我去帮你还三家银行的贷款 嗯 真是不占一身轻啊 我现在太轻松 太幸福了 你知道 幸福的感觉是什么吗 就是我现在这样的感觉 走 也请你 不对不对 应该是小女子 请爷吃冰淇淋 走 我永远记得 我爸爸第一次 买冰淇淋给我吃 那种满足幸福的感觉 那现在呢 这种感觉依然存在 嗯 那你的幸福指数也太低了吧 完了 我这辈子也没什么前途了 我可别指望你了 嗯 对了 你刚毕业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 还是 你家是有钱人 不是 我爸爸呀 是公务员 这笔钱 哎呀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拼命挣钱 我向你发誓 我一定会拼命的卖房子 挣奖金 尽我自己所有的努力 尽快把这十五万还给你 另外 外加银行的利息 怎么样 相信我吧 我相信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我也会努力的 为了庆祝这么开心的一天 怎么样 咱俩去爽一下 啊 哎呀我逗你玩的 为了爽这么一下 我可是吃尽了激情消费的苦头 放心 我一定会改掉这个坏毛病 是啊 谁带激情消费 谁就是 猪头 你的简历不错 明天就可以过来上班了 谢谢您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别泽气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对了 你以后啊 不用再睡沙发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要搬出去啊 是啊 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嘛 关羽 你明天 可不可以陪我去看看房子啊 哎 你看这房子虽小 但是南北通透 也不闷热 厨房呢 有微卧炉 阳台有洗衣机 你们进来就可以住了 最适合你们这种小夫妻住了 啊 啊 房东太太 我们还没结婚 哎 那也是早晚的事啊 现在年轻人不是都流行这样吗 哎 那房租多少钱一个月啊 三千五一个月 押近一个月 啊 三千五啊 我这边是最便宜的了 你们在周围可以打听打听 我觉得还不错 你觉得呢 你喜欢咯 嗯 要不我们再想想 嗯 没关系 哦 我先上个厕所啊 别坐 你快点啊 我待会还要赶回公司呢 喂 关于在浴室 你哪位啊 喂 喂 真怪 打过来又不说话 不会是女的吧 喂 我是关于的女朋友 你是谁啊 我是关于的父亲 她在吗 呃 伯父 你真的 喂 喂 爸 哦 我和我同学赵洪波住在一起啊 你知道的 可是 接电话的是个女孩 她说她是你的女朋友 你有女朋友了 哦 哦 那 那是我同事 开玩笑的 哦 哎 你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有合适的吗 呃 喂 哎 爸 喂 喂 喂 爸 我最近比较忙 没关系 下个礼拜三啊 我去上海出差 啊 你要来上海啊 对啊 到时候跟你一起去看房子 我帮你选一选 呃 不是这个 怎么了 啊 没事 这样也好 那就这样吧 爸再见 拜拜 你怎么了 啊 没什么 我爸下周三 要来上海 啊 你爸 不会是因为我刚才开玩笑说是你女朋友的缘故吧 哎呀 完了完了 这下可怎么办呢 哎 这是怎么了 嗯 有什么事啊 楼市调控银行贷款困难 公司为了节省成本 裁员了 啊 那 有我吗 你也是其中一个 这可怎么办 我刚签了租房合约 这说裁员就裁员 我找经理去 这是董事长 严总亲自下的命名 严总来了 严总 严总 您等一下 我有话要说 你是哪位 我叫兰旭 兰 这个信很少 我的许多朋友说 上海是一个年轻人 可以实现梦想的地方 所以我就不怕吃苦 来到了上海 我以为会像电影里一样 通过努力奋斗 就会成功 绝望之后就是希望 严总 您知道吗 公司里许多人 他们的希望和梦想 都被你无情的裁掉了 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公司考虑的是大局 至于具体情况 你可以找各级领导洽谈 您有女儿吗 如果你女儿遇到这样的事 你会怎么办 我告诉你啊 我不是来要钱的 你别走 严哥 你这个混蛋 谁当你女儿谁倒霉 我就是 如果真能月收入十万 也许可以解决问题的 关羽 你可以的 来 坐 我想问一下 减压师到底是干什么的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 有许多人倍感压力太大 减压师就是帮这些人减轻他们的压力 以达到我们会所的会员 都能够身心平衡 不管是在生活 工作 还是在家庭中 都能帮他们减轻压力 我这么解释 你能听懂吗 有点概念 那具体来说 是怎么减压的呢 这 你告诉我 你现在压力大大 那你以往是通过什么方法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呢 我 我曾经用重拳 愤怒的锤打树干 肯定流血吧 是啊 不瞒您说 那就对了 因为你没钱减压呀 但是我们的会员不一样 个顶个的都是有钱人 要么就是企业高管 要么就是高级白领 他们不会像你那么笨 用拳头去打树 开玩笑 那会受伤的 要减压来我们这儿啊 你理解吗 这么说 减压师就是挨打受虐的对象 也不全是 有时候挨揍 有时候呢 也会有侮辱 各种情况都有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不过有一点 在我们这儿 客人绝对是上帝 这我明白 如果说挨打受虐 挨骂 能够赚钱的话 我能接受 如果跟客人发生冲突的话 当场进步 我明白 顾客是上帝嘛 那 怎么样 才能快速赚钱呢 那就不一定了 那得看你受欢迎的程度 有时候客人高兴了 给你点小费 几百几千甚至上万都有 那是个人的造法 那 我想问一下 底薪是多少 底薪 三千 因为每一个项目不同 需要的时间不同 所以呢 你每一次薪水都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公司的消费明信 你看一下 是这样 你跟公司呢 是四六分账 你是六 公司是四 没问题吧 没问题 照片带了吗 带了带了 哎呀 我还得给你起个绰号啊 叫什么好呢 叫超人好呢 还是叫洛基好呢 就超人吧 Superman嘛 恭喜你 明天上班 谢谢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好 我们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企业 我们公司这次举办的娱乐大典活动 是希望奔着娱乐之外 不忘慈善 希望发动更多的明星艺人 起到表率作用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慈善这个行业中来 大道理大家都明白 助人为快乐之本嘛 可是费用得先说清楚 对不对 等一下 这些款项主要捐给哪些人 大明先生 我们公司首先会拿出款项 通过中国基金会建立希望小学 发放大学生助学金 而且我们还会发起一系列的关于 赈灾 助学 扶平 救助的活动 OK 不用再谈了 可是 放心 我一定会去的 所以 散会吧 这不合适吧 大明 我们的费用还没谈呢 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其余问题不重要 反正 我会参加 谢谢你 大明先生 你谈好细节就行了 先走了 什么都不谈 总不会是一眼吧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我还以为售楼收入稳定 就临时决定租房子 还付了三个月的押金啊 没想到一回公司就遭到裁员 都怪我们搜哈大厦的眼斗太不是个东西了 对了 今天你去哪儿了 给你打电话也不回 我去应试了 我找到工作了 是什么样的工作啊 在一家高级会所里 那你不会是去当服务员吧 怎么可能呢 我是当经理 心事还不错呢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能有什么打算啊 努力工作赚钱呗 一份工作的心事 可能还不够应付生活 关于我还你钱的时间 可能要退后了 不过你放心 我发誓 我一定努力的工作 我两三份工作兼职 到时候我赚到钱 一定会先还给你 没关系 我不着急 天哪 他这个样子 我告诉他逼他还钱也没有用啊 只能是把他向火坑里推 关于你只能靠自己了 走了 陈总 这是我们会所新来的解压师 他是个新手 新手 我喜欢新手 来吧 计时 开始 计时 打 什么吵的 真不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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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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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都行 来 一分二十秒 来 我不行 来 来 怎么样 你怎么哭了 这是喜悦的泪水 来 擦擦汗吧 宽云 你醒了 来 兰轩 你这个老毛病又犯了 你还欠关于十五万 又被公司刚刚裁员 你现在需要的是工作 工作 不是购物 不是购物 工作 工作 兰轩 你现在的存在唯一的目的是工作还钱 行政经理 美容顾问 行政经理 美容顾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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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若萱的选择一定不会错 我要跟他一样 努力工作 不仅可以把钱还给关于 我还可以开创我蓝轩儿的事业 想抱着你 用尽力气 你的相随为让我如此的着迷 怕来不及 你已离去 留我依然在初见的目的地 翻着雨里 过了一季 往事里 你已在心却又不曾提起 你的心却不愿闪去 你已在心却不愿意 你的情歌 我都为你在心里陌生 你已在心却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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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却不愿意 你的眼睛 还在我心里 看随着我每次孤单的呼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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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